在平房里边 在那个检疫房里边都已经开始吃了 我们单位原来在这儿的 都有十几年了 这是搬走了 我们一四年搬走 但是我们有时候来这儿吃 有时候还让附近的 能到可以稍微自己再煮 那味道应该会有一些打折吧 因为是量足 再一个是味道好 我觉得有这两点应该是足够了吧 它这个米线不是那种 就特别的筋道 软而不烂那种 汤也好 我点的这个就是鸡丁米线 它应该还有麻辣鸡丁米线 20多年的小吃店 只靠一碗砂锅麻辣米线是不够的 在这儿吃饭的基本都是老吃家 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多值得推荐的 就这个土豆粉掺面 掺刀削面 是麻辣的米线一定要抱是平坡的 然后土豆粉掺刀削面 一定要抱是砂锅的 投演 我感觉我好像找到了一位行家 我先问一下你们这个专业术语 平坡是啥 平坡就是这个 你们管这个叫平坡 口感不一样 它这个砂锅它的温度会凉的慢一些 然后吃到最后还是烫的 就是味道上会比这个更入味 平坡这就是麻辣米线 就用平坡 一定不要两串 我觉得不要两串 我觉得就分开 然后它那个平坡做出来的麻和辣 因为它不是那个 只充脑磷盖的辣 就是香辣的辣 然后它加这个也可以吃 这个就是炸面线 我在别桌也看见这个了 我在其他店没有见过这种炸的 它家的独特吧 估计这个好吃 它味道也不重 就是你后味吃着可香 这个后味你只要越嚼越香 其实这家店的东西很简单 炸锅类14元起 有土豆粉 刀削面 或者两叉 苹果类12元起 以麻辣烫米线为主 按照资深吃货的推荐 苹果不要吃两叉 基本上老式米线里面有的千张 海带还有青菜 包括花生碎 这边都有 而且不是点缀 它是基本上放的比较多的 这个好香啊 我第一次对这种米线里看上去 比较油的油产生一种好感 我觉得可能如果不是这些油的话 它不会有这么浓郁的香味 但吃到嘴里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麻和辣 去中和掉那个油腻的味道 所以整体给你的感觉就是很重口 但是不油腻 它这个米线本身是那种比较细软的 但是你嚼上去又是那种筋筋的 米线整体的风味和卖相 就很老实 很传统 属于麻辣中带着肉香的味儿 吃完之后 一定要用勺子瓦一下碗底 会有很多鸡肉钉在里面 近距离细节的去看这些很多土豆粉 你才会发现 你看它是有那种手工感的 就像你做的手工 你吃的手工面条一样 它不是粗细很均匀的 它好弹啊 这土豆粉本身嚼起来就有一股香味 就像你去吃面一样 你能嚼到面香味 它这俩都是微辣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个可能会更香一点 现在我吃的时候上面也是一层油 所以它可能整体来说 味道没有旁边的米线那么重 它的这种辣是以香为主的辣 然后这种辣它是一半香 一半麻辣的那种辣 甚至我个人感觉我可能会更倾向这个味道 因为现在我吃这个 它在里面泡久了之后 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腻 油是吧 对稍微有点油腻 比较深的砂锅 可以让土豆粉 刀香面这类比较粗 比较筋的食物 一直保持温度 吃起来口味也会更好 好 我们想问一下您这个店开了多少年了 22年 22年啊 一直都在这个位置 挂的好几个地了 咱们好像是直接用两种不一样的锅具 苹果一般都是做成麻辣的 苹果一种粒 啥果一种粒 它是一种饭一种味道 20多年的老店 无论搬家多少次都能被老吃价发现 一直不变的口味是稳定时刻的武器 如果周末大家来西边玩 可以顺路尝尝这家老味道